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6月13号星期日 是中国造的东西有问题 去年疫情我们送或者卖给别人一些什么核酸试纸 什么口罩经常都被退货 说核酸试纸检测不合格 什么口罩不合格等等都被退货 这一次说中国捐赠厄瓜多尔的军火也有质量问题 我看了一下这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 厄瓜多尔的新任国防部部长 费尔南多多索诺最近表示 说厄瓜多尔政府决定放弃 报废中国捐赠的一万只存在的技术问题 或者说质量问题的AK-47步枪 看了这个之后 有人就说说你看看这中国怎么造 造个AK-47都多少年了 我们你想想47是47年 开始从俄罗斯开始造 咱们是五六市 对不对 五六年咱们开始造 造了多少年了 造了六七十年了 对不对 六十多年快70年了 咱们怎么这还能出问题呢 然后我看了看应该是没有问题 跟一些小伙伴也研究了一下 AK-47这个步枪 我们造了从五六年就开始 前苏联就交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做了 而且这么多年给我们也创造了不少的外汇 然后在捐赠别人的时候 作为这种外交礼物来讲 也是深受欢迎 所以基本上实际上不存在我们这个枪 有问题的可能性 当然了我们来看看这事 这步枪 这一万多只AK-47步枪 是在厄罗多尔前总统 拉斐尔克雷亚执政期间交付的 他是在07年到2017年他执政啊 那后来呢 到了去年 2020年 厄罗多尔的前总统呢 莱宁穆内洛执政期间呢 他就说 说这个前总统啊 拉斐尔克雷亚跟中国关系好 弄的中国的东西呢 都是垃圾啊 说呢 中国给的这个呢 一万多只AK-47步枪呢 都有执档问题 需要呢 把它报废 需要报废处理 全部的都砸掉烧掉处理掉啊 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呢 奥斯巴尔多哈林说 他说这批AK-47 布江的扳机啊 有问题 而且呢 说这个保险呢 也有问题 而且呢 说大多数呢 只适合呢 左撇子使用 只能给左手用 右手用不了 说左撇子用 那到了今年的时候呢 又换了一个总统 今年的厄罗多尔的新任总统 也就是现任总统呢 是吉利尔摩拉索 拉索呢 是今年5月24号呢 刚刚上任的啊 等于前前总统呢 是2017年到2017年 2017年之后呢 从2017年到这个2021年 是呢 就是说 就是第二个总统 这拉费尔克雷亚 现在是第三个总统了 第三个总统 在今年5月24号上个月呢 才刚刚上任啊 那他呢 和他的这个新任的 这个国防部长呢 这个叫多诺索 刚刚那国防部份呢 是以前 就是第二个那个总统的 好不好 你分清楚啊 他们俩删了完之后呢 决定了放弃 报废呢 这批枪支 说这些武器呢 将重于在军校和部队训练中心 对刚刚开始呢 进行的这个工作和训练的人员呢 进行的一个基本训练 就不报废他了啊 说呢 虽然有问题也不是很大啊 那厄瓜多尔呢 还向中国提议呢 进行对话 希望通过呢 相互协商 确定的这些武器呢 怎么办 就中国 你是不是给我重新再来一批呀 还是怎么着 那新坊长呢 多诺索 与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呢 陈国有呢 还会面 谈论一下 谈论之后呢 中国方面说 这应该没问题 你们是不是搞的有问题啊 那随后呢 就说呢 就算了 算了 那就那个 也不用中国修了 也不报废了 也不返还了 我们就留下来了 给这个军校和这个 训练中心的人使用 那么我们研究了一下 他说到这个问题呢 根本就不复存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AK呢 它都是这样的 这个枪呢 我那AK那种不好拿 我随便拿一支笔 就假如是AK 这么端着嘛 你这么打 对不对 打到后面 他上膛的时候呢 他都是把右手要掏过来 掏到这边来 拉他那个栓 卡 去给他上膛 然后他保险呢 也在这边 知道吗 他这保险呢 就是说 不好弄 弄大目指不好弄 他保险呢 实际上都是这么 去扣他那保险 那么很多人 我拿大目指也扣不动 他的保险就是有问题 但是那枪当年造就那样 那保险就来回 从这扣他 所以呢 但是我知道 现在一般AR15啊 或者是一些 有一些像什么 嗯 APC啊 或者是SP5啊 那些枪的话呢 他都是从 有的是从这儿拉 有的是从后面拉 都是拿完之后 打完之后呢 他拿左手在这边拉 就可以 但AK呢不行 AK他不在这边 AK他就是在这边 你要 你要掏过来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呢 可能就认为呢 我拿左手打的时候呢 我这么拉 我得劲 对不对 这样的 的确我也承认 如果你左手的话 这么拉得劲 我也觉得AK 其实你如果要给右手弄的话 是应该这么拿的在这边拉 应该把这个东西换到这边来 这么拉会得劲 但是 但是AK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从当年做的时候 他就是这么拉 所有你看玩AK的 都是上万弹枪 都是这么拉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呢 他不是说给这个 左手弄和右手弄的问题 他那枪就那样 所以我个人呢 我分析 我认为啊 应该呢 是他这个 第一个 我们说的第一个 07年到17年 这个总统呢 跟中国关系好 所以中国呢 这捐赠呢 说就送了他一万多支 AK-47步枪 后面这第二个总统呢 就是说从17年到2021年的 这个总统呢 跟中国关系不好 诚心呢 我觉得就出夭讹子 你知道吗 因为要按他这种说法来的话 AK-47就不符合他的要求 AK-47这枪比较老 他保险装置也是有 在这边不好 东也在这边拉 就是有问题 按他这种说法的话 那就应该装AR-15 那应该拿美系的 这种美系或者西方的 这种装备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他第二个 第二个总统呢 就是说呢 不亲共 前面那个是亲共的 第二个呢 这个亲西方的 说你这个问题 给你这个报废了 报废了之后呢 再跟美国啊 或者从哪儿 再进AR-15 整个部队的这个军线呢 都换过来 实际上呢 你呢 就是说你从他们部队中的 这个枪支 你就能知道 就是说两大阵营 就是西方阵营 还是这种共产主义阵 你知道吗 西方阵营呢 就都是这种AR-15 但AR-15其实也 它的AR-15 使用左边也可以拉 其实右边也可以拉 不当然了 也要看啊 那种廉价版的AR-15呢 它后面这两个钩 只有左边这个拉管用 右边这拉不管用 高级版本的好的 你像我们那个BENSH300 什么的 都是两边都可以拉 左拉也可以 又拉也可以啊 所以呢 实际上你只要看 那个部队 使用的是AR-15类的 这种类型的步枪的话 就说明这就算是 西方阵营的 就是这种 北约组织的 你知道吧 如果呢 你看像这么乌克兰啊 但是乌克兰 现在跟俄罗斯 关系到的也不太好 反正就类似吧 什么白俄罗斯啊 什么的 苏联啊 中共啊 这个以前 越共啊 还有北朝鲜啊 这种呢 就都是这种AK AK类型的这种枪 你知道吗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划分阵营 厄瓜多尔呢 我觉得总统呢 他呢 不是说这AK真有问题 他就想把他 找个借口 把他淘汰掉 然后呢 换西方的 就是说呢 亲西方 讨厌的中共 那现任这个总统呢 感觉呢 就更理智一些 他也不说那东西呢 好坏 但是我也呢 也不报废他 一万多只AK也 也不好弄 反正对不对 你在黑市上 你不好弄 因为这个枪 有的时候 对吧 你要买 再花钱吧 随起码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留着用了 留着用的话呢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完完全全不是说 中国到底军活有问题 这个军活 我认为没有质量问题 中国到的AK47是很好的 以前我们讲 业绩欢在香港抢筋劳动的 也是 也不是苏联的 也是咱们中国五六式的那种AK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前上个月吧 我记得 美国那个第五巡洋舰队 在那个哪 还是抓着了一艘船 就是那个武器偷运船 搜出来几万只 什么AK啊 还有我们阻击枪啊 那些东西 那不就是说 说是咱们 咱们自己保力 咱们造的那枪吗 但是当然好像损失不归造枪的 是谁买走的 只要一上船一运走了之后 就归他们了 所以是中间商赔钱 但是那个枪其实也是咱们国产的 那么 呃 我们说是这个我们放弃了这个五六式 后来我们又研发了自己的这个 不 不枪 然后我们好像是自己什么 九九六式 是不是 后来有八三式 九六式什么的 反正中国研制的 说我们自己也 用我们自己的步枪 自己的这个冲锋枪 不用这个AK了 说AK这个太老 这个技术太老啊 实际上呢 就是说 贸是良心说啊 AK的技术 对我们来讲 嗯 并不太老 我们研制那个呢 其实也不见得比AK强 只不过呢 我们就是说要要脸要脸 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用AK的话呢 首先来讲 就觉得我们技术落后 其次觉得我们呢 还在呢 依靠呢 这个 呃 前苏联 那么这个呢 这是当年的五六式 这是当年跟前苏联关系好 是前苏联给我们的这个图纸 教我们怎么造的 后来不跟苏联闹掰了 我闹掰说 你干嘛东西都是垃圾 都是这个这个过时的东西 我们早都不需要了 我们中国人民自己创造 知道吗 但是呢 其他的还行啊 这个呢 真的是不行 说实话啊 呃 这个枪 我们最后其实吃了亏 我们到7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 我们打这个中越战争的时候 知道吗 我们当时吃了大亏了 就是因为这个枪 我们当时没有 就是说全面的这个配备 我们当时只有班长和副班长配的是AK 下面的这个普通的士兵拿的是那种 就是半自动的半自动的那种步枪 然后呢 在越南战场上 哇 越军基本上是全副都是AK47 尤其在丛林战里边 我们吃了大亏啊 当然这个来讲呢 也不光是我们 美军在越南战场上也是吃了大亏 也是陷入了一个 就是说泥泥闹当中 真的 美军也是就是吃了大亏 说在越南战场上呢 这个当然越南呢 他这个地形 还有他的这个气候呢 非常的独特 他特别的适合AK这种枪 丛林战距离呢 不是很远 然后呢 他呢 他们都是全动的嘛 然后呢 这个火力又足 射速又猛 然后他的地方呢 就是说是那种 就是说半沼泽 半热带森林那种 你知道吗 特别的潮湿 阴暗 昏冷 然后下面呢 都是那种水稻 中国都是那种水稻 下面你就说不清楚 到底就是一层厚厚的泥 上面薄薄的一层水 你知道吗 你像AR15什么的 一旦掉进 再掏起来 可能打不了了 AK掉进去 掏起来接着打 你知道吗 所以说美军打越南战争 有时跟越南人打到后期 也是美军就是缴获越南人的AK 把自己的AR全扔掉 端起AK来 用来 他那特殊的一个 当然也是他特殊的地形 特殊的气候导致的 那不管是美军 还是中国打跟越南人打 所以你看一个越南弹丸小弟 对不对 就那么点人 甭管是美国人去了 中国人去了 都吃了亏 当然越南人跟中国打也挺吃亏的 但是我们越南战争 你可以看看 高岛松后来讲过的越南战争 就中越这次的反击战 你可以看一看 其实吃了很大很亏 我们真的是拿人田 我们就把人多几十万冲过去 愣给他就冲垮了 知道吗 其实我们死了很多 吃了很多亏 后来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后来我们越南战争之后 我们整个队部队进行了很多的大爆阔斧的改革 但是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邓小平为什么要来越南战争 就是邓小平发现部队有很多问题 不打一仗 不足以体现这些问题 在越南战场上 这个问题出了很多 我们的军衔制 就是说一个人 如果一个部队 他的手掌如果牺牲了 那么下一个谁来接替 怎么去处理 如果军衔制弄的比较混乱的话 就有很多问题 反正对部队整个的建制上都在改革 武器上也要改革 越南战争打完之后 我们就出来回头 打的其实非常的不好 自己心里也明白 越南战争之后 回来之后 我们进行了彻底的 对部队进行了一个改革和改造 从武器上到建制上都有 但是反正 当然跑条 回来接着说 就是说我们造的武器 我们准确说我们造的AK47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我们死掉面子 活受罪 我们后面一定要搞自己的武器 搞完自己的武器怎么样 说实话 就我得到的消息 我们自己搞的武器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部队 跟美军一样 恨不得扔掉了 接着拿AK 你知道吗 所以中国就是说 搞这种面子工程 为什么我说中国打仗 肯定出问题 就是说 你其实这种东西要实惠 你看 当然俄罗斯 你说俄罗斯 俄罗斯也在AK47的基础上 不断的在进行改制造什么的 你知道吗 现在弄什么AK103 什么113 反正就弄了好多型号 但最后你会发现 最后反普归真回来 还是老AK上面 做了一点改进的 其实还是AK 本质上还是一个AK47 俄罗斯最后还是回来了 中国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 不要弄那些东西 没有用 你还不如造AK了 你知道吗 你说花了那么多钱 那么多人力物力 是研发武器 换系统 然后换装 花了不少钱 最后你造的武器 真的比AK强 其实也不见得 也不尽然 所以 对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 就是说搞了新武器 还卖不出去 你知道吗 你看人家美国 人家研发新武器 为什么 因为人家要做武器供应商 人家做军火生意 我研发了之后 我真能卖得出去 真的有人认 你的武器卖得出去 卖不出去 你看看 你到了17年了 你赠送别人武器的时候 别人点着名 还是要AK47 你发现了没有 连我们保力 你看我们坐那一条船上 80%都是AK47 虽然我们现在是 说是我们停产了 我们不坐了 我们军队不装了 说这个技术落后 但是实际上狗屁 我们根本就没停产 我们每一年还得大量 知道AK47 为什么呢 因为你送给这些小弟兄 小弟兄点名要这个 你造那个 我不知道咱们回来 咱们自己造的枪 人家不要 人家就要AK47 你当时你送 你说我现在 我先到了武器 比之前有人不要 你看二八段 我不要 你给我拿AK 我就要AK 我不要先进的 你给我来落后的就行 对不对 你往外卖的时候 你的武器人家不认 人家也不买 其实美国的市面产 也能买到中国产的AK 你会发现 中国产的AK 来了美国 还有人买 其他中国产的枪 你看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买 除非有一些中国人 为了情怀 可能买两个支玩一玩 但是真正要买 中国产的武器 在美国这来讲 我看也就AK 还有人买 别的我看也就玩了 基本上都 全都卸菜 也就是说AK47 说停产 停产个屁 我们这些年一直在造 大量的为我们创造外汇 首先拿手鞋 卖钱 能够创造外汇 有外汇收益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宋人 作为外交的一个礼物 帮我们收点一些人心 留一些人情 你知道吗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造了这么多年了 从五六年开始一直没有停产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个东西早都定型了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 说专门为了厄瓜豆尔 做了一万多支 专门适合左撇子中的枪 不可能 不可能为了你再重新开模 重新做模具 给你做新的 所以这一看 中国到底军火 有点问题都没有 厄瓜豆尔 完全是出于政治挂帅 亲共还是亲美 然后就说这武器行不行 好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造的武器 我们造的AK 我们造的口罩可能有问题 核酸检测市值可能有问题 我们造的AK47还是没问题 最起码业绩欢同志 拿着抢金楼的时候 抢了66的 抢了66的 但是就是好 也不好 这是很唏嘘 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研制的武器 你怎么这么多年 你自己研制的武器 不能给你创造外汇 怎么没人要 这都到几几年了 你送人家礼物 送的还是AK47 对不对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 还是你后边研发 发明车道能力 就是有问题 对吧 当然了 有一点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 这个武器 由于就是说 部队自己 我觉得造武器 涉及到很多贪污腐败的问题 而且也没有人去检测 我们不光是武器 我们叫什么东风 这战车不也在运动上 不也趴窝了 趴那了 被人家把人俘虏了 不就那战车开不动了 被人拉一来了 网上都有视频 对不对 所以我有时候说 说我们打仗 老人说 我们现在武器强敌了 我们造了导弹 我们造了新枪 我们的新的车 怎么怎么好 我经常 我都认为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好吗 也许吧 我不知道 甲乌海战的时候 我们北洋水池 当时号称什么亚洲第一水池 所以我们舰队 怎么怎么牛逼 日本的船 怎么根本没法比 吨位也没法比 泡也没法比 这也没法比 那也没法比 打起来你会发现日舰一艘未被击沉 我舰全军覆没 没有一艘回篮 被人全部击沉 我舰全部击沉 日舰一艘都没有沉 为什么呢 我们在打仗的时候 我们的舰会发现我们的炮弹 这个那个的 有各种问题 这网上传言很多 当然有人说 有的说这对 有的说那个不对的 但是就是打起来之后 不得劲 你发现了吧 我在想我们新建的这些步枪 我们这些东风战车 真的打起来的时候行不行 没打的时候都牛逼极了 真打起来的时候好弄不好弄 就跟我们深圳叫什么赛格 深格还是赛格大厦一样 现在还在那抖呢 还在那晃呢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中国要想好好打仗 其实我个人建议 如果习近平同志真的想打仗的话 简单一点 省钱 省人 省人力 省物力 又能省钱 你要干什么 干脆要我说 全军还是配AK得了 这哪别搞 你那些乱业八糟的了 而且不要再跟别人说 说你什么停场了 不做了 不做个屁 怎么不做了 保力里面船上不都是你做的吗 这都是你造的 你现在完全能造 这么多年了 而且不但能造 一直造 造的还挺 还很熟 干脆就来这就得了 你知道吗 我个人的观点 然后我们的那些 顺时爱的什么舰船 也是 我们的航空母舰 我得到了消息 据说我们的航空母舰 就是说什么 起降飞机 据说夜里起降不了 风也不超过多少级 起降不了 雨如果多大了 起降不了 如果海上的风有多大 到了几级风 波浪太大的时候 起降不了 就是我们造的航空母舰 当然我希望这些都是别人给你的航空母舰的 航空母舰的编断的 对不对 我希望你的航空母舰能跟美国的航空母舰似的 美国这次不是陪着三个参议员过去 是里根号 里根号过去 里根号就是24小时全天后 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能起降 都能投入战斗的 我希望我们的航空母舰也是这样子 知道吧 所以 像他们一说就打起来美军 打得美军全军覆没 我希望 就是说 打仗那天 别刮风 别下雨 晴空万里 好吧 不然的话 不好说 谁全军覆没 我希望真的不要下一次打仗 我觉得这样 下一次打仗 我不求你能赢 好不好 尤其就是海军 咱其他的 陆地上 咱们如果配个AK 我觉得还能打一打 如果就是海军的话 下一次再打起来的时候 我真的 我不希望你能赢 我只希望你给大家留点脸 这一次争取积身 积搜 别人一艘船 然后自己 看看不行了之后 有一艘能不能跑掉 别全军覆没 好不好 要求不多 就跟中国足球 什么冲击世界杯一样 进了世界杯决赛圈 当时我们的 就是一个 两个小小的要求 第一个 进一个球 第二个 争取能平一场 当然最后 两个都没得到 最后反正是一场也没平 然后全输了 然后一个球也没进 对 所以 这些想到这里 谢谢大家